第23题 乘22题 若最后金属球上带有 0.01库仁的正电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原子平常叫不带电 因为直指数等于电子数 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而会带电 得电子因为负电多所以带负电 失电子因为负电少所以带正电 所以A选项说金属球只有正电 没有负电是错的 它一定会含有电子 只是直指数比电子数多 所以它一定有负电 所以A是错的 B金属球的直指总电量 总共为0.01库仁 这是错的 是我们直指的电量 比电子的电量多了0.01库仁 所以我会带正电0.01库仁 所以B选项是错的 C说金属球上面的电子数带直指数 当然更是错的 因为假如是电子大于直指 那么我们就应该带的是负电 而不会是正电 所以我们只有选项珠是对的 所以我们第23题问我们说 金属球带有正电0.01库仁 那么请问你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珠 金属球上直指的总电量 比电子总电量多0.01库仁 我们23题的答案选珠 我们下列迅速连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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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不法训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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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